台北灯节主灯呈现光荣 位于西门红楼前 由策展人刘志良以纯金属打造高三层楼 结合花灯与升光科技 在光荣身上照应出耀眼夺目的动态光影 搭配每半小时的三分钟主灯秀 配乐由音乐制作人K6刘家凯 结合在地文化元素创作 剪运站上的鱼耀西门 象征年轻世代追逐梦想 突破层层障碍出人头地 我刚才看到就是 那边有一条大龙 就是金色的 然后它会喷雾 然后旁边有两条鱼 就有喷一些泡泡之类的 就有鲤鱼旁边 它就有喷一些泡泡 每一年都会带他们来看 灯会 因为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 然后我们也有自己带灯笼来 主灯 我们一直在期待它飞龙在天 对 但看到那些喷雾什么 就还蛮喜气的 太棒了 太棒了 真的 因为它跳脱以往的那种 那种比较自制化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很活泼 很惊讶 而且就是有一种另外的一种感觉 很惊喜 我还跟市长握到手呢 台北灯节17号全面开展 除了主灯与西门灯区外 中华路展区和北门展区也大有看头 有16个友好城市展出特色文化灯组 企业响应灯柱与北门广场投影 观传局为了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台北旅游 推出全民猜灯迷抽机票活动 有机会获得台北东京商人来回机票 今天是我们台北灯节正式点灯开幕的日子 下个星期六就是元宵节俗称的小过年 所以是农历春节最后一天 之后我们将迎来春天的到来 以及第一次的月圆 所以是花好月圆 合家庆团圆的幸福日子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安排灯节的点灯 也谢谢老天爷赐给我们这么好的天气 真的今天天气太棒了 我刚刚还问林副市长 还有王秋冬局长 如果今天下雨 我们真的不知道 这个会有多少市民朋友来 但是看到这么多亲爱的市民朋友 一起来共襄盛举 我们非常的感动 其实今年的灯节 我们特别选在西区 也就是从新门厅商圈 一路沿着中华路到北门 其实沿路有非常多 漂亮精彩丰富的灯饰 那我们之所以选在西区 去年在东区我们有了大巨蛋 成为台北的新地标 台北市民的骄傲 那灯节我们选在西区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市民朋友 带来许多的商机 也活络地方的经济 今年我们灯节规划三大展区 我跟所有的市民朋友报告 包括我们西门展区 这边有我们的主灯 有传统的以及现代的设计 沿着中华路两边 我们还有在地艺术家的作品 还有友好展区 也就是许多国际城市 他们灯饰的作品 都在友好区展出 非常的漂亮精彩 到了北门 各位朋友 入夜之后天色超为昏暗 我们就会有光雕灯光的投影 非常精彩炫目 而且大家拿出手机 朝着北门光雕 荧幕上的QR Code扫 你可以写下你的祝福和希望 就会投射在北门上面 非常非常的有趣 另一方面 我们今年台北登节展席 也有别于过去 大概只有八到十天 今年我们特别拉长 一个月 所以一路到3月3号 这段期间 欢迎所有朋友 西家带卷 都可以来欣赏 非常精彩的台北登节 另外 我们也结合在地的商圈 店家 所以让所有的市民 来到这边逛逛 看看灯饰 同时也来这边品尝美食小吃 最后 也在这边向大家宣传 今年是台北市建成140周年 所以我们也透过这样的灯饰展出 呈现台北市 是一座历史悠久 同样也是多元 包容 而且创新的城市 另外今天 2月17号 也是明年 2025世界壮年运动会 正式报名的起跑日 所以也请所有的好朋友 只要年满30岁 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就有机会参与国际一级的赛事 可能 你可以跟国际知名的前职业选手 或是奥运选手一起竞赛 所以欢迎朋友们一起来报名市场运 在企业灯主中 中加宽屏也尽一份心力 在台北记忆仓库旁设置灯区 展现中加宽屏新年元宵祝福 欢迎民众来赏灯游逛 体验多元灯饰的魅力 记者文静台北报道 我们现在手上拿着手举牌之外呢